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ky 上星期我們去過青衣看二手房盤 今星期我們就過對面 去到荃灣西藥鏡這一邊 在荃灣西和藝丁九之間的油金圖 近期都有不少的新動向 我們今集都會講一下 另外就會去附近配套相對完善的例城區 去找一些二手房盤來看 看完之後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講一下看法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 再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28House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已經訂閱了 就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訂人數到三萬的時候 我們會贈送禮品 大家多多支持 由金頭位於荃灣西藥和藝丁九之間 在麗城附近 這一大的屋苑數量不多 但大部分都肯有背山面海的開陽景觀 背靠大嵐交易公園和綠化地 前臨藍包樂海峽 部分單位更可以橫掃丁九橋 青馬大橋和吸門大橋一帶的景致 這大以中低密度住宅為主 相對優淨 由供應中小型單位去到豪宅都有 由於地理位置偏離全華市中心 加上區內以用家主導 所以二手買賣一向都比較疏落 平均赤價也相對低 現在普遍由大約一萬元到一萬四千元不等 而區內樓零最新的住宅 已經要數到在2009年入伙 只是提供複式戶的黃碧 它的二手平均赤價就高一些 大約一萬七千二百多元 由今頭過往未必有很多人留意 但近期引來不少關注 首先在2月中 加里爾超過14億 接近市場估值上限 投得在1號九龍山頂後 鄰近翠逃角和灣景花園的寶峰路住宅官地 會賊樓面地價4578元 地埔面積近9萬呎 可見樓面大約31萬4千呎 預計將會提供大約490房 就面積不少於280呎的單位 在不夠一個星期 遠展就就著一幅6萬5千呎的陸化地 向城規會申請改鑊為住宅用地 地埔位於屯門公路上面 在油金頭食水配水庫和淚水廠附近 計劃興建三棟26至27層高的住宅大廈 提供518伙 從申請文件的平面圖來看 項目會以一房和兩房戶型為主 在同一個星期 發展局亦公布預計在下個財政年度的首季 也即是今年的4至6月 退售在麗城花園後面 鄰近油金頭村的土地 作為第二個由發展商興建的港人手折盤 這幅地埔面積是超過52萬呎 在下年度賣地計劃中最大規模 預計可見樓面超過100萬呎 提供大約1950個單位 雖然具體細節仍然有待公布 但有消息指 首置單位租會不少於半數 也即是大約975伙 參考翻由長實發展 觀塘安達神道的首置項目 首置單位由政府選擇 然後以市價8折出售 而買家資格亦由政府規定 相信油金頭的這個首置盤也會差不多 如果遠展的申請成功獲批 這一大未來就會有近3000伙的新供應 會否影響到之後的二手造價 現階段還是言之過早 始終現在的油金頭是缺乏民生配套 未來會否有改善 或可以憑住自身的地理優勢 加上新盤效應讀而出 就要再等下才知道 油金頭暫時是一個純住宅的地方 如果想在屋苑附近都有商場食肆的話 最近就可以去到麗城那邊 那裏除了有大家熟悉的麗城花園之外 其實都有幾個屋苑可以選擇 由由金頭去麗城 可以選擇搭小巴巴士又或者走過去 行路大約需要15至20分鐘 但沿路只是有小部分的位置有得遮頭 第一個和大家參觀的放盤 位於林凱而建的灣景花園 由行龍發展 1991年起開始入伙 樓齡大概32年 五座物業合共提供1200房 使用面積610呎至773呎的單位 不清一色都是三房套戶型 由於屋苑的設計是一字排開 加上每一座的開職佈局都是完全相同 所以望的景觀也是差不多 房盤單位在第四座 相對近屋苑的主要出入口 這裏一層有白火共用三部電梯 外體是一個極高層的C室 壽面積760呎 業主現在的叫價是1200萬 呎價大概15700多元 同時以23000元房租 就這樣看單位的開職好是正 先進屋看一看 看一看 感覺都蠻闊 可能是因為它做了一塊鏡 所以看上去再加大了 不過其實這個位置只是一道門闊 所以要放鞋櫃是有點難度 代理就說 其實有些業主會偷了廚房的少少位置 在這裏做鞋櫃 這個廚房就非常之大 雖然它只有一張曲呎型的工作台面 但是你看到這裡的位置 還可以放在早櫃 我相信它原先的雪櫃 就應該放在櫃的旁邊這個位置 所以整體的收納量是非常之多 廚房的設計稍為舊款 但還是很新正 不介意的話都可以留下 客飯廳非常大 空間感十足 兩廳的佈局亦都很分明 雖然還保留著有木地板這些原裝設計 亦都有業主做下來的傢俬 但整體質素都保養得很好 而且看出去的景觀亦都非常之吸引 這個單位是在東南 看著一個很漂亮的海景 對面就是青衣那一邊 現在大概是兩點多鐘 其實看到陽光照進來都是很光亮的 所以就算我們不開燈 都夠光可以拍得到 客廳闊大約11呎 放完傢俬之後還有很多位置 客飯廳有超過200呎 就算在這裡放了一張飯桌之後 其實後面還有很多空間 在這裡做多一間房也沒問題 房間浴室分佈在走廊 走廊是有門的 分隔睡覺的地方 三間房都跟客飯廳同向 所以都可以看到無遮擋的海景 近廳房大約59呎 面積中規中矩 業主按著天花的陣位 做了一個到頂衣櫃 剩下的位置可以放到單人床 但就沒有位置再放多一張書桌 窗台都幾大幾深 但就不能夠把床褥插過去 進來看到窗台的位置很特別 中間會有一個櫥位分隔兩邊 其實聽到原先的窗 只是剛剛來到這個位置 不過大部份的業主都可能 會把窗向後移動 令到這裡再多了一個位置 存物或放東西 我上網也有看過其他的放盤 只有很少的業主還保留著原本的設計 我甚至看到有些業主拿這個位置做書桌 不過由於原積有改動 所以建議買賣雙方 最好事前溝通清楚 通常並排的兩間客房 面積都是差不多 不過這裡就不是了 這間房有大約75呎 靠窗應該可以放到雙人床 而且望的景也更闊 業主在近門口位的天花 做了一組吊櫃來增加收納量 因為房大 所以也不會說有壓迫感 近廳房的對面是黑廁 雖然沒有做鏡櫃 但旁邊也做了入場櫃去擺東西 可以整齊一些 由於業主把洗衣機放在黑廁 所以洗澡的空間不多 如果是我的話 就應該會把洗衣機放回比較大的廚房 最後就看主人房 這間房大概100呎 看見是非常市井 不過窗的位置就比剛剛那兩間房 小了一點 如果我真的要起床 就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海景 其實床是局限了 大概只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而衣櫃大概放在我旁邊的這個位置 另一個擺法就是 將床靠窗擺 但床尾就會對住房門和套廁 套廁的收納位置就比客廁多 但跟客廁一樣都是有窗有利通風 而且將浴缸轉了做棋缸 業主在1999年以381萬買入這個單位 過一段時間也放過租 假設最喜歡1200萬賣出這個單位 業主賬面就可以競賺到819萬 雖然單位在這24年間升值2.14倍 但都稍為跑輸大距 大概是2.2倍的升幅 賣家預算又如何呢 由於1200萬至1920萬的有住宅物業 只能借到最高八成的按揭 貸款額上限是960萬 由於還款年期是30年 息率3.375厘去計算 首期是240萬 每月供款大概43,600元 月入要大概92,000元 才可以通過壓力測試 不過都要留意 未來市場是有機會再加息 對近期同類的成交 其實業主的叫價是高出3乘2 三座高層一個同尺數的C7單位 在2月中的時候 就以9028,000元去成交 赤價大概11,900元 再參考銀行對單位的股價 四間銀行都是估不足的 只是估到991萬至1042萬 比業主開價低超過1乘3至1乘7 最高峰的時候 其實這類單位真的做到1200萬 目前想找回這類單位 其實1,000元 或者1,000元鬆一點都已經有 對比高位其實都有十幾%的稅位 如果望山景那些 其實價錢七百多萬都有 如果在全環那些 如果目前兩房都要去到1000萬 已經可以買到最優質的單位 除了放賣之外 業主都有放租 現在叫租每月23,000元 如果成功租出的話 租金回報率有2.3厘 參考28house的網站 灣景花園的租盤 由15,000元至近2萬元不等 代理說 在正常市房之下 租金還可以去到大概21,000元至22,000元 雖然灣景花園沒有住客會所 但都有提供泳池、網球場、 兒童遊樂場和平台花園等設施 管理費就以建築面積去計 每件車過路 至於車位方面 屋苑就有200個私家車車位 但就要同業主租 月租大約3,400元至3,500元 相對於油金頭 例成的交通配套都會完善很多 好像在灣景花園下面 就有個巴士總站 雖然路線選擇不多 但都已經覆蓋到區內和講究新界 而沿路也有小巴 部分屋苑更會提供居民巴士 至於食物和買東西方面 這裡有商場例成會 一些地鋪和街市 雖然規模不大 同樣選擇不多 但就要做什麼都有些 而作為一個小社區 例成也有幼稚園、小學 和體育館等的社福設施 基本上都滿足到日常的起居生活 我們再看多一間房盤 在靠近例成往荃灣方向出入口的尹圖居 這個屋苑由九初發展 2000年入伙 都有23年的樓齡 不過已經是例成樓齡最新的屋苑 三座物業合共提供792個單位 戶型相對多元化 涵蓋一房至三房套連住密室間隔 上面積介乎394呎至1145呎 這個屋苑有自設會所 提供室內行溫泳池、健身室、兒童遊樂場 網球場和桌球室等設施 管理費同樣以建築面積來計 每件呎2元 尹圖居每一座都可以乘電梯直達兩層的停車場 提供149個私家車車位 同樣是同業主租的 月租就介乎3800多至3900元 雖然每一座的開職佈局都不同 但每一座的標準樓層都是一層有8房 共用3部電梯 我們參觀的是A座的03室 座面積738呎 是三房一套連住密室間隔 剛好這個單位又是叫價1200萬 不過赤價就貴一些 大概16200多元 另外以22000元來房租 一進來這個大門就不是正對著客廳 不過其實大距來到我這個位置 已經可以看整個客廳的布局 這個單位就比剛剛灣景花園的單位 小大概30呎 不過入到客廳這個位置 就很明顯比剛剛灣景花園 小很多 以及窄一點 但就算是這樣 它也是叫做絲絲正正 而且兩廳的布局都是分明的 單位向南同樣看著海景 但因為屋苑的設計 客廳是側了進去的 所以就沒有像灣景花園 正望海景那麼震撼 業主在2011年 以608萬買入什麼單位 裝修應該都有十幾年了 但都叫做新正 是可能設計上未必很適合每個人的口味 住房房間和浴室都分佈在曲折的走廊 雖然走廊都未必會造貴 但都有少少影響到實用性 我們先去看看廚房 其實來到這裡是非常之三尖八角的 但因為它的面積都不算太小 所以進來都不會很逼夾 它都有做到大概曲斜型的工作台面 整體的感覺都是多收納量 而且工作台面 做送的位置都是多的 業主也有留下不少傢俬和電器 好像廚房一樣 就有雪櫃和微波爐等等 不過其實整體都有很明顯的使用痕跡 其實看到廚房入口的這個位置 都有少少迫劫 看到這邊做了雪櫃之後 其實跟門的距離都比較近 如果身形大一點的話 進來都可能要側身 廚房對面就是儲物房 跟廚房一樣都是非常之三尖八角 如果有些業主用來做工人房的話 其實那個睡床的位置 就只可以局限在這個位置 雖然這間房有窗 但因為對著天井 所以都比較暗 給個時間大家參考一下 拍攝時是下午三點多 廚房旁邊就是黑設 同樣開設有角位 所以洗面盤櫃就要量身訂造 而收納空間也不多 不過整個空間都叫做寬落 先看一下第一間小房 大約33尺 這間房是跟客廳同向的 由於房間的面積比較小 要像這裏同時做書桌 就要犧牲做整組衣櫃 細房旁邊的這間房 我初初以為是主人房 因為很大 而且房間流向東南面 所以可以靜望到海景的同時 亦都望全荃西和青衣兩邊 景觀非常開揚 這間房大約100尺 開即試鎮實用 因為業主利用窗台做櫃和書桌 所以放了基本家具和商人床之後 都還有不少的動動空間 這間房間是主人房 看到的勁和剛剛隔壁的小房是一樣的 不過感覺就偏向荃灣西那邊 這間房間是長型的開織 看到業主採用了三邊落床的設計 所以沒有浪費窗台位 所以把書桌放在窗台上 房間是102尺 因為是長型開織 都有少少限制床的擺位 做不到好像剛剛隔壁房一樣 一睜大眼就直望海景的房間佈置 大間房都大 如果不做三邊落床 而是靠窗擺床 都夠位放了一張書桌 又或者按摩椅 這個套廁就方正很多 所以都做到早大一點的櫃去擺東西 不過這個浴室就是黑廁 無窗通風 這個單位剛好和灣景花園一樣 都是叫價1200萬 月供等資料可以參考前面 不過因為面積細 尺價亦高些 要大約16200元 大似乎口價高了少少 參考近期同類型的成交 同座中低層一個同尺數的單位 2965萬成交 拆價只是大約13000元 同樣是海景單位 不過就向東 望向船灣西方向的海景多一點 對上兩個月 都是每個月做了六宗的 如果你說同床之前低位去比較 升了都有六七個百分比 因為之前其實跌得太厲害了 有些特色單位都做到到萬六元一呎 而如果普通的兩房 或者看回內圓景的山房 赤價仰望萬三元左右 好像現在看這些類型的單位 其實都一直有成交去到過千 之前我做過一間 去到過了1100萬 流程因素或者會影響到業主開價 我們再看銀行的股價 雖然四間銀行都可以估到過千萬 但都比業主叫價低一成至一成二 假設最後真的成功以1200萬賣出 以業主當年買入價608萬來計 賬面可以賺到592萬 單位在12年間升值九成七 可以表現到同期大市大概六成九的升幅 隨著不少移民盤和減價盤 在之前已被消化 加上這區是以用家主導 所以找途居近期的放盤量不多 只有十幾間 而放租盤的數量更加只有個位數 參考28house的網站 叫租由13500元至21000元不等 假設放盤單位以業主叫租22000元成功租出 租金回報率是2.2來 雖然例成至成一角 部分單位可以望到開陽海景 又有足夠的生活配套 但剛剛代理也有說到 這區的赤價是相對低水的 比較附近 同樣有單位可以望到海景的荃灣西 赤價就低2.9至3.3 始終例成偏離荃灣市中心 近近地去港鐵荃灣西站 又或者海之戀那邊規模比較大的商場 都要乘一程車 或者行大概15至20分鐘 較上樓零普遍都比荃灣西的屋苑舊 所以就算同樣望著海景 例成屋苑的價錢都會相對低些 大家可以留意著 最後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就記得Like和Share